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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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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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明侦探女王 真相让你狂 好狂啊 舞科 你为什么在那邊 啊啊啊啊 叫着 叫好让人家春心荡漾 就是因为春心荡漾才出事的 真的吗 你私底下谈恋爱 你還跟妳男朋友是這麼叫嗎 不是 我跟妳比較正經 好 我比較正經 妳要說什麼事 這個新聞真的太狂了 妳知道嗎 許智安竟然跟小三在計程車上 積穩16分鐘 許智安都出軌了 全天下到底還有哪個男人可以相信 妳不要這樣子一桿子打翻一傳人好不好 全世界又不是只有她一個男人 還有這麼多好男人在這邊 像妳左邊這個也是 大嫂 今天歡迎妳一起來探討這個話題好嗎 我在錄影的時候 其實我太太一般是不太會來 你知道嗎 真的 可是今天這個話題真的太特別 所以我們請大嫂一起來跟我們探討 王子跟公主 真的就是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可是現實當中 為什麼這些外遇啊 這些劈腿的事情就是不斷上演 到底為什麼白頭卸掉有這麼困難 好的 今天名偵探女王要探索的真相 就是當妳的另外一半出軌 偷心 該圓啊 還是該放生 歡迎我們今天的三位專家 今天我們這個也請到三位特別來賓 而且三位特別來賓 他們都蠻悲慘的 在他們的婚姻生活當中 其實都充滿了不測 你不要這樣子說人家好不好 我現在來問全部的人 你們有沒有曾經因為擔心另外一半出軌 然後做出什麼誇張的行為 當然有啊 有 他會擔心 像我那時候我老公在結婚前 剛剛跟他賬我沒多久 他其實是就是有投資一些夜店 夜生活 然後他常常每個禮拜不誇張 三五六日 都到夜店報到 要應酬 然後我必須在家裡 好合理的理由 對 然後我就會看他 就是FBI不時就會滑出某某某女生 然後都是那種超級正妹辣妹 然後就是可能跟我老公拍照 然後或是一群 就抱在一起 聽一射 然後走我老公 一個男生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抱著 然後拍照 然後打卡 是這樣子抱 你來示範一下 你看過最誇張的報寶是怎麼報寶 我還一直罵我 你來今天給你用 我再給你用 你哥哥害羞了 對 你看過什麼樣最激怒的 這樣子 這樣子就怒了 你知道有沒有 都已經很近了 很近了 對 然後就是那種要拍照 然後會 而且還是自拍對不對 對 胸部很近很近 摩擦啊 摩擦胸部 對啊 就是女生會主動嘛 真的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也太令人生氣了吧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家裡又半夜十二年 然後我就是要沉住氣 我就忍住了 這還能沉住氣喔 我沉住氣 而且他回來我還裝沒事 因為你也知道 男生喝醉回來以後 就還沒跟我哭啊 說 我覺得怎樣 因為跟你哭 對 他喝醉可能就會比較情緒 因為平常他其實比較理性 他喝醉就是比較 都釋放出來了 把他經商的辛苦的跟他解釋 前幾次我還想說 哇塞 他也好可憐 講他以前怎麼樣怎麼樣 我還跟著他痛哭流泌 他可以給人家外面揉揉冒冒回來 你還覺得他很可憐 對 因為他哭了嘛 我還跟他哭 後來我發現 不對勁 怎麼每次都這樣子 然後後來 我就已經習慣 但後來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去管他以後 發現其實他自己慢慢去夜店的頻率 已經越來越低了 然後跟那些女生 其實也比較沒什麼聯絡 良心發現了 對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自己覺得 怎麼跟其他以前前任的女朋友 都不一樣了 怎麼好像都跟他 不會管他 或是奪命連環扣 我都不會 我就裝作沒事這樣 那這一點都不誇張啊 你沒有誇張的行徑 但是我其實誇張的行徑是 像他坐開車 我就會開始檢查他的那個 副座駕駛的位置 假如如果那個 這樣好不好 什麼好檢查的 對啊 能幹嘛 那副駕駛為什麼 看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 比如說 因為我其實很敏感 我會就是 開車手把是不是會有指紋 但我有潔癖 我其實會自己開門以後 我會擦 用事情擦一擦 但是如果假如是別的人坐上的 他一定不會去擦那個 對 不會注意這個 不會去注意 還有那個安全帶 對 安全帶 你拉過來 如果假如那女生那個 氣味非常的明顯 不是我的味道 我就聞到 這不是我一定有人坐過這位置 還有那個條的那個 前後 前後的座椅高度都不一樣啊 這很好檢查 很好發現的 那你有發現過最誇張的 什麼東西嗎 整個躺平的座椅 我真是沒有發現 我想要發現的 但是我真的有發現 有一次我那個氣 那個安全 安全帶不一樣 那個味道不是我的味道 我發現那個味道特別的 刺鼻 刺鼻 對 對 感覺就是 野燕 的那種感覺是誰做的 結果後來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這味道不一樣 然後他說 沒有啊 就剛剛我下通告的時候 載了那個 燕麗姐回家 然後他說 怎麼可能是 燕麗姐啊 燕麗姐味道很刺鼻 是燕麗財金專家 他怎麼可能 因為他燕麗吧 他可能 我不知道 因為他就真的 他就這樣跟我說 重點是你相信了 我相信了 很弱耶 怎麼可能啊 你很話不囉嗦 這Paul的反應真快啊 這香水燕麗對 因為他自己就變超乖 你看現在成什麼樣子 原本是一個風流 那成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他現在成什麼樣子 乖成就是 現在我現在工作 他帶兩個女兒去 逛百貨公司 好棒他們的店這樣子 就變奶爸的概念 栗晴呢 栗晴跟自己先生 差幾歲 不是我先生 我的經驗不是我老公 那是缺男友 也是缺內人是嗎 對 就曾經的男友 然後譬如說我有 有過一次打電話給他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 他好不容易接了 通常我打個十通 他可能只會接四通這樣 蛤 對 然後好不容易他接了這樣 然後我就說你在哪裡 他說 沒有啊 我就是在一個地方 我現在還在拍戲 然後晚點才會見面這樣 我說這樣 好啊 那你辛苦了 然後我就從那個電話的背景音樂 聽到 小鳳仙 小鳳仙 請到娘娘聽 蛤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就 我說你不是在拍戲嗎 對啊 我說那 然後他就 呃 這個我們在那個 KTV拍戲啦 KTV有娘娘聽 皇后聽就對了 對啊 有的好像有 真的嗎 老虎哥 你都去哪一家 你都去哪一家 有這個這種 這一點我就要說 真的沒有啦 小虎哥亂講的啦 沒有 小虎哥要說了 這一點我就覺得是立行的不對 你知道嗎 你打收電話是要幹什麼 她是你的愛權走丟了 還是怎麼樣 而且那時候你們是男女朋友 對不對 是啊 你們是男女朋友對不對 你打收電話 他要工作 他要養家 他要賺錢 他要活口 你這樣子不覺得你自己太 小虎哥先聽我解釋 我是不認識你這前男友是誰 我就是 你不是跟他一起拍戲嗎 還是一起去的 你們兩個一起去了吧 明明就你們兩個一起去的 你是不是要跟成立行 有跟多少圈內的男朋友在一起 哪有的 你以為他就只有一個嗎 明明就哪一首 哪一個 哪一個 跟小虎哥很熟那一個 他們一起去三溫暖 是不是 好好說 然後等一下我還有一個故事 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這個跟小虎哥也有關係 好 我記得有一次情人節 然後我就明明就問他 我說你今天什麼時候會收工 他就明明跟我說 6點就收工 然後帶你去慶祝這樣 然後結果到6點了 當然會打給他 對啊 很正常 我怎麼打 怎麼不接 怎麼打怎麼不接 都是不接電話 我想說 那可能再忙算了 然後到了12點 太誇張了 12點還是不接電話 是 後來我真的是急了 我只好打給小虎哥 對 然後小虎哥怎麼說 小虎哥跟我說 他已經上車 他喝醉了 他已經在車上了 我已經送他上計程車了 我說 喔好好好這樣 結果我想說奇怪 明明都已經 小虎哥 你好好說 明明都已經過了 好幾個 已經過了幾十分鐘了 他人還沒到 對 然後我又打給小虎哥 可是他已經沒接電話了 然後小虎哥的老婆 他最三溫暖了 接不到電話 可能吧 對 然後小虎哥老婆就接電話 他就說五哥睡著了這樣 他說五哥都已經到家 他應該也差不多 等一下就會到了吧 然後我就想說 會不會就是上了計程車 發生什麼事情 被擄走 或者是睡在路邊 誰會擄他 誰擄他 他身上只有八百多塊錢 誰會擄他 我就沒有聽聽 這樣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好擔心 可是他小虎哥說他回家 會不會他回媽媽家了 我就搭計程車 衝到他板橋的家 他媽媽家 然後就按他媽媽電鈴 然後他媽媽就一臉莫名其妙 打開門看我這樣 就 布丁妹你哪來啊 我就說那個 阿姨不好意思 請問她有回來嗎 然後她就看我的表情 她好像覺得我很失魂 落魄說沒有回來 你有到信嗎 天啊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然後我就自己很落寞走下樓 然後就從板橋哭著 一路邊哭 然後就說小虎哥為什麼要騙我 沒有就自己邊啊 就一路邊哭 然後邊走回去土城 到凌晨早上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沒有啦 我跟那個什麼小虎哥 他們去三溫暖 但事實上 我的確當然不到家了 從剛剛立芹的故事 我們就發現立芹是一個 極度沒有安全感 極度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過罪推給他 人家講好要帶他去過情人節 而且立芹的數學很爛 其實證明他說六點是早上六點 不是當天晚上的六點 知道嗎 是你自己沒有會 PMAM是有差點 對耶 搞不好是早上六點才出現 是 可是這樣情人節就過了 沒有 那就是對方真的沒有把你當情人 知道嗎 其實小虎哥你聽了以後 心裡有沒有有點 對我有點愧疚 內疚有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那天我有跟我太太一起過 然後我們也跟你前男友 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我就回家 他應該有回家 但是只是沒有回 回去你那邊而已 他可能回到另一個情人家就對了 對啦 立芹還不是普通的賞 對 他就是有傳統婦女的觀念 你知道嗎 他就是比較固執一點 那我們要問下一位 我也是前男友 那因為他的工作就是 時間上不是很固定 可能就是有輪班 或是時常要出差這樣子 但最扯的一次就是 被我發現是因為 他跟我說他要出差 是 然後結果他是帶著 就是外面的女生出國去玩 哇 然後我還傻傻的一直以為 他是真的是出差去 然後後來是因為 就是他周編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可能要不要注意一下 你男朋友的行為這樣子 然後我才去稍微查了一下 原來他的出差 7天是在國外跟女生出差 哇 你怎麼查信用卡 還是查微信定位那些 我也查過信用卡 然後因為朋友也在機場 然後有請他們幫忙這樣 但是後來對他的信任度 當然就沒有了嘛 然後我就開始有一些比較 creasy的想法 譬如說 因為他時間不定 然後我可能會去跟他的車子 跟他的桌子 因為他在工作嘛 然後我就在工作 他工作的地方等待 然後想說 因為他不承認 我們問他 你埋伏在那邊 對 然後就在那邊傻傻 等待 我真的很傻 我曾經就是在那邊等了一天 有時候跟不到人 有時候跟到人的時候 發現跟錯車 那麼要的時候 就在那邊 馬桑那一根字 我為了要窮正 然後我還是用了追蹤器 有這種東西啊 這是新電影的那種嗎 衛星定位那種的嗎 那個南港戲子那邊就有在賣 什麼科技公司 你上網打都有 一個小把盒子裝便吃 那個就有了 阿不大那你怎麼知道 我今天有戴我身上裝啊 有時候跟到人的時候 發現跟錯車 那麼要的時候 再來看馬桑那個字 不是不是 也太累了吧 突然是 我不曉得是他發現還是怎樣 就是我們會跟不到 他速度 可能男生開車的速度 跟女生的速度 真的 我就跟不到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好無奈 那是我為了要求證 然後我還去用了追蹤器 追蹤器 有這種東西啊 就是新電影的那種 衛星定位那種的嗎 對 但是 不是啦 那個南港戲子那邊就有在賣 什麼科技公司 你上網打都有 一個小幫盒子裝便吃 那個就有了 然後那你怎麼知道 我太太有在我身上裝啊 我身上也有裝 我裝在我盲腸這邊 我太太把我盲腸切掉 然後在這邊裝 你很討厭 你很討厭 直入驚貼了 你直接講都是老婆的 然後我太太裝置 我太太裝置是有自爆裝置的 你如果不開心 切下去爆 好了 大家認真一點好不好 我看聊到之後哭了 還在聊不得 為了這個追蹤器 其實我有去研究 從早期的這麼大到這麼大到現在是這麼大 但是因為他要放電池 時間性不夠長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不了了之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上去一直 因為有時候他沒有回來 有時候我們要去弄他的車子 我們也會很難占心驚 也不一定有辦法放到以後 他不會發現 反而被人家告是偷竊的 對 他這樣子 所以後來更受不了 曾經就是想說 好 我用生命來威脅你 哇塞 你就是 你就專情一點嗎 你男生專情一點幹嘛 一定要這樣子呢 那你怎麼威脅他 我曾經其實很傻 我覺得女生真的很傻 有時候為了感情 真的會做出一些 失去理智的事情 比如說 比如說就拿了一把很可愛的刀子 然後在手上 還要很可愛 在手上這樣子 然後就說 你如果真的再這麼花心 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這麼專心跟我交往的話 那我就 自殘 對 可是這樣他會 我覺得他應該更得意吧 然後夜害終於把他甩掉了 不是 男生不會 男生其實大部分 其實是會很緊張 你知道嗎 因為你這個是 這個等於是自殘的一種行為 其實我們完全完全不鼓勵 其實那時候做人太傻 那時候可能是年輕少更事 就是很執著 不知道為什麼要執著 對方是很帥嗎 還是很有錢 我也不曉得 我為什麼執著了一個渣男 可是男生的心態 會覺得說女生很愛他 還是會覺得說 這女生好恐怖 很恐怖 應該會覺得恐怖 那結局是什麼呢 結局其實他後來有跟我在繼續 就是他繼續交往 然後離開那個女生 但是我覺得會劈腿的男生 劈了一次之後就會 對 永遠 劈完腿就再也合不起來了 對 就跟靜雯一樣 就習慣性的把腿劈開 我是瑜伽老師 OK 那後來還是分手了 後來最後我們還是沒有在一起 對 我覺得就算在一起 心裡也有陰影吧 還是沒有好下場 所以之前那些錢都白花 白鴿了 真的沒有 白鴿 所以人 因為戀愛是盲目 所以談戀愛的時候 一定要把眼睛張開 真的 但這句話人人都會說 對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做到 對 對 你看這個來賓真的傻的傻 笨的笨 呆的呆的呆的 你看 從板橋跑到土城 然後還有這些做很蠢的事情 我還好 我很聰明 你腦袋還不錯 但是你就是只是長得笨而已 你腦袋還不錯 傻的又傻弧形的嘛 但是大家不看 我們不能完全寄望於是 這個老天爺有時候要靠自己 先就算是專家 他也有迷失了自己 真的嗎 怎麼可能 不僅你可以自己問 這些專家看起來 很像都是理智 其實也是一腦袋都草包 你小心我們你有律師在現場 我知道 這個草包是個形容詞 尤其面對感情的時候 有時候擔心自己 另外一半出軌的時候 太太那倆搞得行徑 是非常非常誇張 怎麼跟車這些應該 可能會比這些更誇張 是吧 溫妮 男人外遇有就像是婆媳問題 是無解的 真的 是慣性對不對 因為男人本能 那是男人的本能 他一定會起心動念 但能不能抑制衝動 就要靠本事 就修行了 是這樣子 對 修行 所以其實像我這地方 因為我們手上 接到很多類似的一個個案 那我這地方舉一個簡單例子 在早期的時候對岸台商 其實一個傳統業 一個傳統業他過去 過去之前其實老婆很聰明 就先跟老公講說 先把他砸起來 結砸 對啊 這個叫合理 男人一定要去 然後一定要做這個 而且你要跟著進手術房 看他是不是真的砸了 這樣子 還可以這樣子 對啊 我教他 這樣子 你就穿吳俊一 我就介紹他到某一個泌尿科 這樣子 OK 可是其實後來 因為他的太太在台灣 其實還是偶爾有聽到一些風聲 說他有養一個固定的一個 固定的一個他就不能接手了 所以他就請真信社先去查 查好像似乎有這麼一件事 接下來要怎麼做 還是決定於太太一念之間 他的感情挽回 他怎麼挽回 很簡單 他就請真信社設計 其實真信社這個他們很厲害 他們就像製作一樣 很會編劇 他就找了一個年輕貌美的 一個女孩子 到對岸去當成小四 來擊退小三 其實我覺得這真信社很講道義 為什麼 因為小四他擊退以後 其他也消失 有很多是變成小五的 所以這錢後就花了上千萬 這樣 基本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就是你要俩膏 真的要有錢才可以俩膏 對 這是第一個必要條件 就是你口袋要深 要深 對 是 Windy講這些說 雖然是冷酷而殘忍 但是還是滿務實的 作家H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對面的來賓都比較膚淺一點 不會 以你一個專家的角度來看 他們都還滿有深度的 真的嗎 對啊 你不要當作欺騙 沒有 我覺得女生本來 一般想法就是都是這樣子 就是膚淺 對 他們對男人 對 他們對男人的了解 大概就到一定的程度 那在你的腦海中 有沒有讓你驚悚 讓你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一個案例 其實我聽過滿多兩高的經驗 比如說在什麼車上的小熊裡面 裝監視器 對 比如說到老姐妹去旅館門口賭 這種都有 但我聽過一個比較有趣的是 比較特別的是就是 有一個太太 她發現她老公好像最近行為 有點不太一樣 不太現場 開始會拿手機 會進廁所裡面去看 這種比較 跟平常不太一樣的行為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會合力懷疑 她外面可能有什麼對象 所以有一次 這個老婆就偷偷的看她的手機 就發現她手機裡面的內容 發現她跟某一個特定的女性 會聊天 然後會講話 然後就發現說 他們約在外面的某一個咖啡廳 這個時候老婆就安耐不住了 老婆就跟出去 然後跟著跟著跟著 他們跟著咖啡廳之後 他們又離開了咖啡廳 老婆就更懷疑 老婆就繼續跟上去 結果他們兩個就走進了一棟大廈 太太就偷偷地爬樓梯上去 看他們電梯停那幾樓 她就爬樓梯跟跟跟跟上去 然後就發現老公跟這女人 就進了某一間類似住家的房間 就進去了 在那裡都等 結果這時候老公出來了 然後人一出來老婆就上去說 你來這邊幹嘛 老婆就很生氣 抓住她的手 老公說 你為什麼來這邊 老公就有點緊張了 老婆就說 我一路跟著你跟著女兒進來 我想知道你們在裡面幹嘛 你把門打開 我要進去看 然後這個時候他又發現 老公手上拿著一個牛皮紙袋 他覺得奇怪 他說我看 就把他抓過來 是 就拿出來一看 哇 什麼 床照 就是這樣床上的照片 蛤 結果是老婆自己跟鋼琴老師 在外面 旅館被偷拍到的照片 不是他先生 不是他先生 然後他這個時候 他現在叫他台頭看一下 他那個 阿花的那個房子 外面有一個小小的門牌 真心社 原來這個對方女生 是真心社的員工 這個老公已經跟見他太太很久了 我其實想讓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外遇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男人會做 我這邊介紹很多案例 其實現在 很多百分之七八十 我收到的信 都是女性告訴我 她們如何外遇 或者她怎麼樣 百分之七八十 假設這件事太寫動了 你知道嗎 這種心態 律師也會有嗎 律師是沒有 這是我好過難關 這怎麼會 律師沒有 但是我有一個案例 就是像剛才H 他也是跟跟跟 不是什麼像剛才H 剛剛像剛才H 舉的案例 老婆也是跟跟跟跟 跟到一個地方 可是因為剛剛已經有講了 不可以侵入住居 你不可以破門而入 那他這時候怎麼辦呢 他就打電話給警消 他打電話給警察局跟消防隊 他就說我老公 我打電話打他的手機都不接 而且我老公之前有 在家裡昏倒的紀錄 麻煩你們趕快派人來 救我老公這樣子 那警消一查 的確他老公有在家裡昏倒的紀錄 所以就派人來了 那派人來了以後 就大家在外面敲門 然後按門鈴幹嘛的 都沒有回應 然後太太就說 趕快啦 趕快我老公在裡面 可能要掛了什麼 就在那邊講 那警消也就說 好那一二三準備破門囉 所以準備要破門的時候 老公這時候開門了 然後說 其實老公根本沒有事 那太太就看到老公沒事 他也沒有就是鬆了一口氣 他都沒有 他就是他又趕快問警察說 那你可不可以陪我進去房間裡面 看他有沒有其他的人 這時候警消才發現說 因為太太他沒有辦法抓到老公 他就想到出這種方法 對 但是這個是不對的 這樣是犯罪的嗎 這是犯法的 這不行 不可以是這樣子 對啊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李律師 聽說如果真的已經桌奸在床 還不一定能判通奸罪 是嗎 很多 因為看法律的實務上 對於通奸罪這種犯罪 他的證據的要求非常高 基本上你一定要拿到 兩個人有性器結合的照片 真的 那我可以問一下 這幾個狀況嗎 譬如說有口交照沒有性器官接觸 是可以判無罪的 對 這個絕對在現在的實務上 是無罪的 為什麼 可是這已經很親密了 對啊 這的確很親密 而且其實口交在刑法上 也是性交的一種 但是因為之前有修過法 通奸它只限於男女之間的 性器交合 哇 大家聽好喔 男女之間的性器交合 所以口交是性器交合嗎 不是啊 所以的確不是性器官 對 它不是性器官 因為嘴巴沒辦法生小孩什麼東西 法律就是這麼的死 所以就是鼓勵大家 從別的地方進去 有多一點 對 我覺得是這樣嗎 那舒適度當然還是有差 這是什麼 女律師做好 你律師很快就好了 有啊 小莊其實也會有愧疚感 所以她也願意說 好 那我這工作我就辭掉了 我就回到南部去 有一次呢 她先生又去找小莎 又去 又去了 她帶著真信社 她有警察破門而入 她先生把小莎殺了 一包一面 小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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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啊 那舒適度當然還是有差 就是 那舒適度當然還是有差 女律師做好 你律師做好 你律師做好 你不用聊些太感性了 其實我告訴大家說 你拿到口交召 你來找律師說要告通間罪 這個的確是完全告不成的 不要這樣子就是 就大膽的為所欲為 因為其實有一個十萬例 我有查到 他是在高雄的 高等法院 就有法官認為說 其實口交也算是性交的一種 可是真的非常非常少 大部分的食物都認為 口交不算性交 不構成成間罪 我可以多問一個問題嗎 那如果從 另外一個後面的 地方進去的話 那算是 不是性器官就不是 就不是 這麼簡單 一定要性器官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後面那個叫牌 全裸商有稱 純泡有 不起訴 妳是不是有臉紅了 為什麼妳這麼愛 大儀秀很熱耶 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他們兩個拖光光抱在一起 要說他們只是 就是我剛才的邏輯嘛 抱在一起 性器官有接觸嗎 有交和嗎 沒有 所以這當然也一定不起訴 而且是一定要交和 對 那有沒有曾經的案例說 真的被拍到 然後硬要告 要告就是民事 親愛配偶權 這會成的 親愛配偶 可是賠大概就是 20到50萬之間 現在食物頂天100萬 對 可是那個是對方 就是他可能外遇的對象 真的非常有錢 那他的經濟實力非常強 才會判到100萬 否則大概食物都是 20到50萬之間 好 再來看一個 在另一半車上裝 偷裝定位器 竟然是違法 好 還在注意 違法 就是剛才晉三所講的 還有就是小五哥老婆 所做的 在他身上裝定位器 在我盲腸的位置 裝上一個定位器 對 這個在食物上 其實也是有爭議的 但是很多人會認為說 因為我抓姦 真的非常難抓 我沒有辦 我如果不靠這種方式的話 我抓不到 所以我不是無故 我是要維持婚姻的純潔 那你不可以判我有罪 的確在法律上 就是有檢察官 法官會認為說 其實這不是無故 會沒事 可是呢最近 大家可能之前看新聞 有那個華南金控的 就是二代他們有一些 離婚的案件 那這個先生 就在太太的車子上 就有裝這個 GPS監視器 結果呢 真信社跟那個律師 都被判刑了 真信社跟律師 律師也會被判刑 因為律師教真信社 教太太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本來是無罪的 二審是判刑的 可是現在沒有定業 還要再打 所以說這幾個呢 不希望大家遇到 但是大家還是要記得一下 如果說婚姻真的走到這一步 什麼最重要 保護自己最重要 那我就不一一再唸了 因為我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真的不要以為說 你有感覺就一定可以 就一定可以成立 你要真的要 貨真價實的這個證據 才可以 好 謝謝 謝靜雯幫我們準備了這幾個 唉唷 好啦 那說真的 我既然就是探討了這麼多 我想問你們 有沒有曾經真的去抓姦 陪朋友抓姦 或自己抓姦成功嗎 應該都有吧 明明有抓姦成功嗎 我根本不會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有朋友 他是因為他們已經是夫妻 但是結婚也蠻久 那其實可能夫妻 兩個人對彼此都沒有一些 新鮮感也沒有興趣 對 那其實感覺就已經冒合神禮了 那男女其實就是各玩各的 對 那老公其實就是在也是有外面有女人 那他老婆其實外面也有小鮮肉 對 所以其實各玩各的 但是因為他們其實 男方是因為已經被女方知道說 他把人家肚子搞大 對 所以其實女方其實就是很想要就是 趁這個機會可能就是 那就談離婚吧 然後就是反正對方女生自己也有別人 然後男生其實就是有已經有搞大肚子啊 那他們就是互相就是一定要找一個證據 女生想要財產嘛 那男生就當然想要結束 然後要對小三負責啊 所以就剛好就是互相找真心捨抓對方 剛好也都有抓到 然後後來反正就是最後就變成是 私下和解因為互抓 那也不必要搞到真的那麼難看 然後互相就是兩個寫 拿到各自的訴求 各自的喜歡的 就是有拿到自己要的 然後他得到就是離婚 一個要自由 一個要鈔票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 但是因為真的就是我覺得還蠻猛 因為後來女生也又懷孕了 蛤 什麼意思 女生離婚之後 前妻又跟現在小三又懷孕 小王又懷孕了 對 可是那時間點其實算是 就是重疊的 是重疊的 就是男生讓小三懷孕 然後女生也是被小鮮肉給 就是 對 也懷孕了 但是一切都要等到十個月之後 才知道 對 沒錯 但是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實在太 我聽到真的沒有辦法 不可置信 要小心 對啦 好啦 男生這種男的不要也罷 真的是 殺難 殺難 來 問題老師 起心動念的老師 對啊 你有碰過這種類似行徑嗎 其實有碰過呢 那是我一個遠房親戚 他也是他先生的 他發現了他先生跟小三在一起 後來他就去追 結果查到那個小三是那個學生 是他的學生 就是我那個遠房親戚學生 他先生是教職 對 算是 教職人員 他有學生 算是 對 結果他們有一些工作上來往的關係 這樣子 那後來呢 當然呢 我那個遠房親戚就把那個小三約出來 好好談一談 結果那小三其實也會有愧疚感 因為沒有人想要這一輩子都做小三 沒有人是先生想講小三 真的是這樣 所以他也願意說 好 那我這工作我就辭掉 我就回到南部去 他從南部上來 結果呢 後來呢 我那個遠房親戚 發現說他那個先生有一次呢 很明顯呢 他先生又去找小三 又去 又去了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呢 他就帶著真信社 因為這一段時間 其實真信社都有在幫忙追蹤這樣 他帶著真信社呢 還有警察破門而入 看了嚇一跳 為什麼 不是他們的有兩個器官交合 不是 而是他先生把小三殺了 一刀命 對 所以其實後來他當然 其實那個時候有社會新聞 那當然後來 其實他就先壓到看守所 之後要移間 那我們就在這段時間 一直勸我們那遠房親戚說 一定要跟他離開 一定要離開 因為他們又還沒有孩子 這樣子 又還沒有孩子這樣子 所以後來也就是 也就這樣子了 就這樣離開了 對 所以有時候會搞到 鬧出人命了 是不是 所以是男生不願意放手 男生也不願意 因為他想其人之福 今天這個節目 大家都要仔細看 不管是女性朋友仔細看 男性朋友更要仔細看 像我們作家H 只剩莉莉在目 百分之七八十趴 是 女性可能 也有類似的一樣的情況 但是今天我們就針對 男生來講 真的男生來講 我們會這三個 比較看起來 EQ比較低的 EQ比較低的 好不好 妳認為妳的男人曾經 意圖不詭 有對妳不忠的過去嗎 如果有的話請舉圈 如果沒有的話請舉插 請舉牌 應該 自欺欺欺的故事 很有自信 很漂亮 Paul會沒有的 真的是 有可能是我沒有找到 我覺得 沒有被抓到 像你過去的咧 對啊 會不會是有交易 沒有感情的那種 有交易沒有感情 太好了 但應該是沒有啦 相信他 你看你開心就好 Paul也算是好朋友 對 立起來是一定有 剛才已經講了 都已經快哭了 從板橋走到土城 你為什麼不走到土城 看守所去 走現在你幹嘛 直接幹嘛進去 應該是他進去 也不是我進去吧 對不對 妳真的有遇過這種事情 有啊 就是 我覺得我以前 就是還很年少 就是 年少不懂事的時候 對 就從學生時代 然後一直交往的 大概七八年 對 然後到後來畢業之後 我在台北工作 然後他在中南部工作 後來我就記得有一次 就是 我去找他 因為想說 就是休假的時候去找他 我就在他們家門口等他 就等... 就看到那個郵才有送信過來 然後一看 怎麼從澳洲寄來 我就覺得應該不太可能吧 澳洲 說不定人家有澳洲的朋友啊 對啊 對 我是這麼想 可是你知道女生 他會有第六感 對 對 真的 然後 其實我真的忘記了啊 然後你那時候 看到這個 然後還有什麼別的 結果我一看 看到裡面是一個女生 寫給他的書 妳把他打開來看喔 其實我忘記 是我開的還是他爸開的 你就是打開了 你偷開別人的事情 不是啦 這個不可以學 不能偷開別人的事情 這是違法的啊 我說真的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沒有過程 對 那過程我真的忘記了 我印象中 好像是他爸給我看 其實那是一張明信 就寫在背面 我要解釋 反正重點是 我真的忘記那個過程 好像是他爸拿給我看 因為好像是我自己 就是無意識打開看的 無意識 無意識 你整個失憶就對了 真的 因為那時候 你知道女生會有第六感 你會覺得五雷轟頂 你知道嗎 那種 然後我就一看 就有看到是女生寫給他 就說 什麼我已經到澳洲了 我很想你 什麼 什麼喜歡跟你在一起的感覺 你從背後抱我幹嘛 什麼的 然後還有照片 還有照片 對 他們兩個的照片 還是他自己的獨照 他自己的獨照 漂亮嗎 就是胸部很大 那你就輸了啊 然後後來我看了 就覺得很傷心很難過 可是他正好回來了 其實他是提早下班回來 他是為了要接那個信 可是他沒有想到我已經 你比得更早 對 然後我就拿給他 我說你看這樣 他就整個人傻了 然後我就一哭 然後就走掉了 他就在後面追這樣 他就說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聽我解釋 我說我不要聽 然後我們就走到那個路口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車水馬龍的路口 我就站在那裡 然後他就跪下來 他就兩腳一跪這樣 我拜託你 你不要走 什麼求求求你原諒我 我真的 我真的跟他已經分手了 就是他要去澳洲 所以我跟他已經分手 我知道我跟他不會有未來的 跟你有未來只有你 我只有跟你有未來 所以你不要走 你再相信我 這樣 真是個懦夫 你也碰過這樣 我真的就跪下來 他也是痛哭流涕 對 然後後來你一狠心的就 原諒他 就原諒他了 你很弱 對 證據都在你面前了 可是看起來真的滿可憐 然後我會想說他真的很愛我 所以他才會 因為那只是文字 女生如果說真的愛一個人 我不曉我這麼解讀是對不對 因為我長大這麼大 也很少遇到真正的愛情 而且我馬上又被抓了一個定位 女生其實如果真的很愛一個男生 他會想盡辦法去原諒他 尤其他那只是一個文字 對 會有很多藉口 想說他可能一時 其實你只是在自己找藉口 陳妮琴有沒有發現 你的戀愛都是自己在找藉口 所以你真的要小心 包括你這段婚姻在一起 你要真的要小心 沒有 這段就不一樣了 對 然後後來我就原諒他了 那我就想說 好吧 就像小五哥講的 可能女生會覺得說 他已經去澳洲了 而且他說他們之間 也只是純純的戀情而已 只是寫寫信仗而已 對不對 雖然信種裡面有擁抱 可能也指到擁抱 擁抱 只要說我完全認同你 他真的太會自欺欺人了 威琴你現在過的幸福比較重要 過去都把我放不掉 對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吧 原諒他 結果隔了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這個男生有點怪怪的 比如說我就是一樣 就是工作有時間 我就會去找他這樣 我就覺得為什麼 每次他跟我聽電話 就是有人打給他 他就偷偷摸摸的 痴痴烏烏偷摸摸 躲起來嗎 對 然後就躲起來講 然後不然就是 連洗澡也要帶電話進去 上廁所也要帶電話進去 開震動 對 開震動 對 然後隨時就是 就感覺怪怪的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不知道 他為什麼忘了帶電話 對 結果呢 他忘了帶電話 我就看那個電話 就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一次你就 接了 把他拿起來 女性的第六感又來了 我就忍不住拿起來 我就 喂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你是誰 女生喔 他就說你是誰 我說我是他女朋友 他說你是他女朋友 我跟你講他根本 他跟我說他根本就不愛你 男人在外面所謂的外遇偷吃 他就是一個生理需求 所謂的性感性癌症 跟一般男人 其實根本就很難分的 你再給我看一個什麼 性感的乳溝什麼 男人很怕他就有什麼需求 我覺得我還好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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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這樣跟我講 他說我跟你說 他根本就不愛你 是你一直纏著他 他說怕你會想不開 所以他才繼續跟你在一起 我就 完全沒有預警 我就 我說什麼 你怎麼這麼講什麼 反正就有點 後來那男生來了 我們兩個就在電話中問他說 你說 這到底是誰 結果呢 他到底選擇誰 其實那段時間我很痛苦 因為我有問他 我說你到底要選誰 對啊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就是擺在眼前 他就說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說那個女生 是他比我更早認識他 在他國中一年幾個時候 我就去找那個男生 我就打給他 我說我想清楚了 我覺得你們兩個比較適合 我祝福你們 我是真心的祝福你們 我覺得也夠了這樣 也許我們的緣分已經盡了 然後謝謝你之前照顧我 是 對 然後可是他就講說 不行 我已經決定要 我已經決定選擇你了 你不要走 你們真的是 好軟 真的是 然後他這麼一講 我又覺得 又心軟 對 我又心軟 我又想說 你有種懷十字路口 對 我有種 人生的十字路口 後來我還是又原諒他了 結果 分分合合多久 只要有一次就會 隔沒多久 又有第三次 我說真的 我常聽過很多 我身邊也有很多故事 你聽他們家庭幸福美滿 老婆也很漂亮 小朋友也很乖巧 可是竟然還是會出軌外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專家你可以 給我告訴我嗎 這方面我真的不專家 我請我朋友來幫你介紹一下 他最近剛做完身體檢查 中間安全 身體很好 我真的不懂 好像說人生勝利組 人生勝利組 我們最近也看到很多案例 人生勝利組 為什麼還是會忍不住 要去外面 對 為什麼 我覺得我們必須 回到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來講 好啊 我們記得之前那個 柯里柔婚變之前有個新聞 因為他覺得他老公太胖了 他不希望他老公吃太多飯 對 結果有一天他老公就躲在車上 他不敢下車 他等他老婆回他家 他在車上偷吃滷肉飯 你們記得這新聞嗎 我記得 其實男人在外面所謂的外遇偷吃 跟這件事情是有點類似的 它就是一個身體需求 對一般男人來講 對一般男人來講 我相信小虎哥是可以認同我的想法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利潤的話 不會發生那麼多所謂外遇 或偷吃的事情 你們必須先認清楚這一點 但是如果男人不偷吃不外遇 表示他的愛情 控制住他的慾望 他對你有愛 所以我們每天男人 都是用愛在跟慾望在對抗的 其實這是疲勞的 因為你只要給我看一個迷片 你只要給我看一個什麼 性感的乳溝或什麼 男人很快他就有身體需求 他就有身體反應了 可是為什麼我不要做 因為我怕我做這事情之後 會傷害到你 但是一旦結婚之後 我們成為家人的 其實他某一方面 比如戀愛基數會下降 然後我們越來越像 你知道所謂的家人 就像媽媽一樣 就像姐姐一樣 像親人 我就不太會想跟我家人做愛了 那我也許 的確會變成這樣 我常常講一句話是 所謂的婚姻對女人來講 就是所謂的重新投胎的意思 怎麼說 因為 我們當我們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 你是無法選擇你的家人 對 可是你結婚 你是選擇了這個人 當你的家人 那你一旦選擇這個人 當你的家人 你要怎麼辦呢 如果他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 你要原諒他 還是你要離開他 當然我們也經過很多人 是比如說 很重大的選擇 這是重大的選擇 沒錯沒錯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婚姻裡面如果 我另外一旦出軌 他偷吃外語怎麼辦 我跟他們講 如果他只是偷吃 就像剛剛溫婷老師講的 女孩沒有很吃幾二十個沒關係 但如果你只有一個 那你就要考慮了 因為他可能他的感情是轉移了 他的愛情是轉移到另外一個人身上 愛情轉移 對 對 但他身體可以跟 跟自己二十個人做 這個你看 你也可以有一個底線 如果超過五十個人 你就爆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每個人底線都一樣 每個人底線都一樣 因為有些人可能 因為很多人沒有 聽力這麼好 很多人沒有辦法認清這一點 他可能第一個 就是老公偷吃第一個 他就爆炸了 他跟我說 我沒有辦法面對後面的生活 我今年才28歲 我今年才30歲 我要怎麼跟另外一半相處下來 然後他才得憂鬱症 所以我必須先跟他們講 這一個最底層的需求是 你要認清楚 這是人類他本身的本能 然後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愛你 他不小心做了這件事情 表示你們兩個之間的愛情 可能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你們得先溝通 你們得先要處理這個部分 而不是說你一開始 你發現他偷吃 你就說他就是不愛我了 他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這樣想 男人會很無奈 然後你甚至你會把他批走 也許就錯過 確實 如果在你結婚前 像你們剛剛談戀愛 被批了一次 你說他會批兩次 三次四次 我相信 因為本來談戀愛就是快樂的 對 談戀愛就是for fun 他沒有責任嘛 可是如果結了婚 他批了第一次 或者他不要講批 他偷吃了第一次 我的建議是 先女人這樣好不好 對 我是這麼請求你們的 對 請求啦 請求啦 所以同樣的情況 有人問過我嗎 如果說那個老婆如果偷吃怎麼辦 我說我會原諒他 是要跟我講話 對 對 那你要我偷吃啊 小五哥 等一下 換你按那個引爆器 我就說如果 當初我的老婆有偷吃的話 我會原諒他很多次 因為 她是我選擇的家人 你今天如果家人做錯一件事情 他不是出自於說 他因為不愛我 他是愛上別人 而是因為他真的身體有需求 而是因為他真的跟我做的時候 他不開心 我沒有讓他得到滿足 或者是我們的家庭有給他很大的壓力 他必須要找別的出口去得到滿足的話 那這不算錯事 這錯的可能是我啊 沒錯吧 真是好難忍 真的耶 這當然是一個比較高尚的理論 是 但我也不確定我能不能做得到 但我認為如果你不這樣想的話 婚姻是無法繼續的 你們必須把婚姻看得很神聖 不然你當初不用講那些說什麼 無論我們什麼貧富與共啊 或者是什麼 無論他生病或什麼 因為我們也碰過那種 所謂性愛成癮症啊 你說男人他不斷的偷吃外語 他是不是性愛成癮症 是 因為一般男人基本上 可能就是性愛成癮症 因為就算沒有跟外面的人錯 他在家裡還是會看 我覺得我還好 那就是你保護兩下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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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男人 你們不要認為男人 只有小頭沒有大的頭 他會去選擇的 因為呢 在你戀愛和婚姻 你知道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前面一定有過激情 可能有過親密關係 但是真正進入婚姻狀況 最重要就是承諾這件事 對 這樣子 所以當你如果一個所謂的 你要不要原諒他 其實還是決定於這個人 要不要在你生命中持續存在 如果你不原諒他 你就把他踢走 他就不用 你就可以找律師 找怡針 都可以 但是多數我們的女性 其實還是會願意原諒 就像剛剛H講的 其實你可能有第一次 那面對這種第一次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在外遇裡面 最常見的一星 我們稱為壓力型 壓力型 壓力型 壓力型是我們外遇裡面 最常見的 通常就是譬如說 男生有工作壓力等等 回到家以後 女生可能會覺得 看看他要這樣 什麼事情 可是那時候男生會覺得很累 什麼都不想講 女生就開始編劇 你是不是在外面 等等這些 當他有這種壓力的時候 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人有壓力 會去找誰 會去找媽媽 你知道嗎 小三事實上就是他們出口的 另類的媽媽 在小三那個地方 我可以得到很多溫暖 這是我們在整個外遇裡面 最常見 那第二種 就像是小五哥這種 發電型的媽媽 發電型 對啊 這種話其實 你看他全身都是細 有時候萬一真的 不小心被一個女孩子 不小心碰到了 說不定 魅友一郎無情也有可能 可是如果一直不斷的 在小五哥面前旁邊出現 一直撩他 一直撩他 有時候就要看他修行夠不夠 本事到哪裡 可是搞固酮已經下降了 而且他對我去當恩 小五哥我跟你講 最大的心器官不在下面 是在你的起心動念 那其實這種就是怎麼樣 這種就是一表人才發電型 那事實上還有一個 我們也蠻常見的 叫做自戀型 自戀型的話 其實一般來講 就比較大男人的主義 他有一個最基本 他口袋很深 所以他呢 當他年紀慢慢越來越大 他找回他青春的感覺 所以他就會去找一些青春的肉體 是這樣子 就是Paul嘛對不對 Paul啊有錢啊 有錢年紀大 你剛剛挖的有點錢 對啊 所以其實我常常會勸說一些 就是來我們這邊 尋求協助的原配 我們會先去討論 到底是哪一種造成了 你先生的外遇關係這樣子 對 所以在這地方 我覺得我非常認同H講的 當你如果一直不斷的指責你先生 你只是在幫助外面的小三 把他推到那個門口 這樣子 那有時候我常也會跟男生講 其實小三就像手中的股票 他會讓你心跳變快 血壓增加 非常激情 可是總有一天你錢沒有的時候 他就消失了 真的 這個真的隱喻者 隱喻者非常好 但是我很好奇 就是我們對面三個大笨蛋 到底能不能 什麼 大老婆挑款就是說 你對配偶策告 這個效力不及於鄉間人 我們還會希望老公 你要出來作證 要作證什麼 你確實跟這個鄉間人 跟這個小三 確實有通姓的行為 這個法律對小三來講 其實挺不甘的 當初跟這小三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反過來再告他 對啊 所以這個小三不是這麼好當 我們有研究過 85到90%的話 小三不可能成為正宫 原配還是原配 聽的時候都是點頭舞蹈的聲音 自己遇到的時候 遇到的時候就是一哭二鬧三上吊 而且我大部分聽到正宫只要知道 先生在外面外遇通常都是一哭二鬧三上吊 好像真的很少像鄭秀文 他知道之後好像還高EQ的回應 人家說他已經是神等級的正宫 我們來看看他回應什麼好嗎 他說 在婚姻路上學習到了一刻 在婚姻中走入更深處 婚姻當中彼此祝福溫暖 也包含彼此的錯誤跟彼此的原諒 人誰無過 我真的覺得下五個 我下五一大跳 我以為你要整篇念完 沒有 我說真的 怎麼有辦法可以這麼的高EQ 還是包容 還是就是有辦法做出這個決定 他們分分合合將近快30年 因為他們兩位都是知名的公眾人物 知名的公眾人物 就不能夠有自己太多的私心 他必須要承擔一個公器 他必須要承擔一個公器 他這些話 是不是他心裡面感覺我無法智慧 對 我不能講 可以說是官方說法嗎 但是這些一定都是他對自己 跟對社會的責任跟期許 是 就是講一句中文就是 說給大家聽的 他希望大家有美好的未來 那僅只是於此 我個人是這麼認為 通常這是公眾人物需要去面對 他們也很辛苦 他們也很辛苦 對啊 那我請問這三位笨妞 如果是 這三位明明都是四個 對 可是這次講探討婚姻裡面 說真的如果在婚姻裡面 你的另一半偷心 你們到底會不會原諒他 來請舉牌 會的話就請舉圈 不會得有去請舉X 咪咪會原諒 咪咪這件婚姻真的建立在 鈔票上面 對 只要偷偶給她安家費 她什麼都願意 他就是沒給我這樣子 沒有啦 我要跟你們說 好悲哀喔 陪了夫人還折兵 對啊 難怪你剛剛都說我越來越老 沒有 越來越不亮 你又原諒喔 我應該是說 有小孩的話 前提是有小孩 因為如果是有小孩 我會選擇原諒 我可能就是真的比較 是傳統 還是會為了小孩著想 因為看過身邊太多 其實也很多人就是 有小孩 可是他們還是選擇離婚 那我會覺得小孩很可憐 是 因為之後還是會有後媽 那後媽不可能對自己 不是自己親生的小孩多好 對 所以我覺得我會有小孩的話 我還是會原諒 而且就像剛剛 大家講的就是 因為可能 先生有壓力或是怎麼樣 那我們試著去 就是尋找他的壓力在哪裡 我們可以修正嘛 婚姻本來就是一個 你先生沒有壓力他是自戀 對 講人來講他是自戀 對 但是呢 他的問題是太自戀 對 太自戀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小孩 我真的就是選擇放生 我覺得女生幹嘛 把自己那麼委屈 對啊 自己寧願自己過得開心一點 快樂一點 不要就是長期還是會 就算原諒還是會有陰影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要了 有小孩就原諒 對 有小孩 我會因為小孩 沒小孩的話 可能就選擇放生 沒有 不是可能 就是絕對放生 給彼此一條路走 對 季晴你呢 季晴你呢 季晴你算是老司機 對 老司機 你今年累月的被屁會 不是 可是我覺得強摘的果實 不會甜 所以就算了吧 就不管有沒有小孩都放生 放生 可是小孩一定要跟我 我要小孩 捨得了先生捨不得孩子 對 骨肉親情 是 沒錯 季晴你呢 我會一開始會 你應該都會原諒吧 像你這種 這個薯辣等級 真的 真的 你這樣不行 你看起來本來很角色的樣子 沒有 他們都會覺得你會原諒 其實我覺得 我一開始就會像老師講的 我會先原諒一次 那如果他的腳 真的像小五哥 欣賞表情看你 如果像小五哥說他的腿合不起來 那我就會選擇放生 因為我覺得 一遭被蛇咬十年真的好 小五哥的腿有合過嗎 對心對心 對心 他直氣才會合 對不起 然後因為我覺得 我碰到男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可能第一次都會 發生這個狀況 就是有小三或是外遇 那我都會選擇原諒 但是 當你原諒第一次之後 我發現他第二次接種就來了 對 他很快就來了 然後我就會選擇放棄 但是我還是會先給機會的那一種 我不會一次就說 就 一次是很痛苦 對 因為 但兩次也很痛苦 兩次是 前面是一刀斃命 對 其實都是透苦 對 我覺得 所以我發現這幾個 如果政公啊 都是比較委屈求全型 他不會想說 我跟你拚了 我就告死你這個小三 因為你破壞我的家庭 女生他們都會委屈求全 對啊 可是我常常看到一些社會新聞 就是發現先生有外遇之後 是告小三 不是告自己的先生 為什麼 李律師 其實這個齁 這個部分是我們台灣法律 給大老婆的一個禮物 禮物 因為在刑事訴訟法有一個條文 它是說 因為像通姦罪 它是告訴奶論 就是說你要提告 國家才會開始偵查 那你不告就不會有事情 但是呢 這個告訴奶論 如果通常啦 你比方說共犯有兩個人 你對其中一個人原諒 對其中一個人側告 那另外一個其實也是都會側告的 一般的告訴奶論的罪是這樣 但是唯獨就通姦罪 國家就給了一個 大老婆條款 就是說你對配偶側告 這個效力不急於鄉間人 講白一點 你對老公側告 這個效力不會急於小三 也就是說我告 雖然兩個一起告 但是呢通常這種案子 到一半就是我會原諒 選擇原諒我老公 那我就對老公側告 可是效力就不會急於小三 而且我們在原諒老公跟老公 談這個和解的條件 我們還會希望老公 你要出來作證 要作證什麼 你確實跟這個鄉間人 跟這個小三 確實有通姦的行為 對 所以說還要自己的先生 自己的老公出來作證 他沒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在當下其實要面對很多的壓力 很多壓力就是說 你這個先生當下 很可能變竹八戒你知道 裡外不是人 你當初跟著小三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反過來再告他 對啊 這個其實是一些蠻現實的殘酷的事情 如果頂不住的話 就不要去做這種事情 有時候 有時候也要在家裡面看看影片 其實 對 不過這個法律跟小三來講 其實挺不公平的 很不公平吧 你現在又站在小三那邊了 沒有 我們是客觀的講事情 因為女人 畢竟沒有必要去回答女人 而且那件事情的錯 明明就是男人的問題 對 而且這個最重要是以後怎麼辦 你們有思考這個問題嗎 你們可能整個法律訴訟 不管真原諒假原諒都過去了 那以後怎麼辦呢 又看到你另外一半都會想到 他曾經 對 在之前 跟另外的女人 同床共枕 對不對 熬戰整宿 怎麼辦 這能拉一下臉去面對嗎 其實之前有一位藝人 不是講過一句話 對 我在這地方其實一般來講 如果你真的當下碰到這種狀況 你一定會影響到你生活的一些規律性 真的要尋求專業的團隊 因為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們之間磁場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神經會放電 會有電流 電流會產生磁場 磁場不好 你只會讓你的先生不願意再靠近你 所以我們看太多了這樣子 所以我記得以前有 之前有部影片 他有一句話 我覺得講得很好 他說 他說 所以記得其實尋求專業團隊 由我們專業團隊 帶著你走過你最痛苦的黑潮 這樣子 那我們會有很多方法 是夫妻倆一起去走黑潮 沒有 有時候都是原配 先生如果願意來 其實已經是往好的方向 我們就會看說 你先生願不願意來陪同 但是在第一次之後 我們都會只邀請原配 讓他能夠抒發情緒 把那壞的負面情緒把它放出來 讓他壞的磁場出來這樣子 之後願不願意 先生願不願意來 其實十個裡面 八到九個都會願意來 所以真的小三不是這麼好當 我沒有研究過 85到90%的話 那再來第二個 就是說即興期過了以後 我建議其實你們可以 把這一段的這些心理路程 把它寫成你的心情日記 你之後就像H一樣 可以當導演了 就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把它寫成心情日記 是你自己隨時提醒自己 這種就是在婚姻過程裡面 一定會有人趁虛而入的病毒 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一個很好的方法 神科恩老師教他說 你要挽回跟老公之間的關係 怎麼做我教你 大家還厲害 加入紅酒給老公喝 但是我之前遇過民俗專家 他說真的是有這種方法 真的假的 下次大嫂拿紅酒給你喝 外遇好像也不是只是男生的問題 有時候是不是女生太不舒服 現在就像你 沒有 我說像你有這種認知 是很好的一件事 不是 因為真的我也聽過 就是結了婚以後 就不打扮自己變黃臉婆 所以有時候真的難免男生想去外面 找尋一些漂亮的女生 對不對 可是說真的你們有沒有為了 就是防止男生外遇 然後做一些事情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嫌棄你們先生呢 有啊 我剛生完的時候 我老公 就因為你生完 在做月中心的時候 那因為你在更衣的時候 老公難免會看到 那他就 因為你那時候 一定是穿著哺乳衣啊 或幹嘛 然後老公看到的時候 然後又剛生完 肚皮又很鬆 然後屁股又真的非常垂 然後我老公又說 拜託喔 我看看你那個 你那個肚皮真的太鬆 那屁股真的太垂 你先轉過去 不要讓我看到 對 我老公講話很直接 可是也因為他講話很直接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 他的話我要聽進去 我不能讓自己就是變這樣 是 所以真的就是 生完小孩不彎乳 然後小孩現在大了嘛 對 當然就是要找一些方法 讓自己就是 變比較好 真的那你到底用什麼 辦法維持一些 根本沒看過那種 像生完兩個小孩子 身材這麼好的 那我當然平常我一定會就是 就是像有飲食 開始下手 因為吃東西是最容易 讓你變胖或是身材變不好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嗎 對啊 所以我就一定克制 然後加上搭配一下 我覺得 之前我是看花那個IG 還有比很多那種歐美名模 常常就是會 就是說什麼 什麼綠拿鐵 綠拿鐵 對 然後我就網路上搜尋啊 就現在真的很厲害 你自己有試試看嗎 當然啊 現在廠商很厲害 它是我們所謂的 對 它其實比歐美的那還厲害 因為歐美的它的那個綠拿鐵 它其實就是要自己調配 調配一些什麼 三個蔬菜七個水果 可是其實我平常 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對啊 那我就覺得 欸這個我找到這個 還滿厲害的 它是綠拿鐵 它裡面有數百種蔬果 然後已經幫你打好了 然後還有我們的纖維 對 蔬果纖維 還有厲害的它是有 MCT的添加 那什麼是MCT的添加 它其實就是比一般市售的椰子油 有更多的那個濃縮的精華 對 所以其實它的吸收效果會更好 因為我們吃進好的油 就會排 吸收好的油 排掉不好的東西 又加上它有數百種 豬果的纖維 其實非常的幫助你的腸胃清道 身體清出去代謝出去 它裡面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是 日本其實還滿流行的那種 日本的那個大麥弱葉 它其實是幼苗 大麥的幼苗 是最營養的部分 它結局在裡面 其實你吃進去 非常的好吸收好排泄 然後加上裡面又有堅果 Omega Omega其實也是比跟椰子油 其實它好油的部分 所以我就覺得 一起綜合下去 我一包每天早上空腹吃 重點是飽足感 不會讓我就是很想要 不會很想要一直亂吃東西 那會不會口感很難喝 不會 而且因為它就像我們的抹茶一樣 很順口 像我平常想要手搖飲 來一杯的時候 我就立刻泡一杯這個 這男生也可以喝嗎 男女都可以 而且它就是很健康的食品 我這種有裝追蹤器的也可以喝嗎 當然可以啊 對 我所以覺得這種 而且這種也很好取得 那像你自己 我自己平常是直接泡水 常溫水 那如果我想要喝奶味重一點 我就會加牛奶 也可以加牛奶的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節省我們自己 我自己又知道媽咪 我不可能就是像歐美名模 自己調配一堆蔬果 然後又加油 又在那邊比例讓涼 我就一包倒上去 給我嘗嘗味道好不好 這個聞起來有點像奶 這個是沒有加牛奶的 那我喝有加牛奶試試看 那這個是有加牛奶的 可是味道還OK 我已經泡好了 很方便 常溫就可以泡了 重點是因為它纖維其實非常多 那你女生本來就是要多吃蔬果 對 因為你多吃蔬果不但 你皮膚氣色都會好 而且重點是 我自己嗯嗯還蠻順暢的 而且它沒有什麼怪味道 不會有怪味 聞起來蠻香的 不太敢聞那些怪味道 對就是抹茶 給大家喝一下 感覺是很濃的抹茶牛奶的味道 早喝一看 還蠻好喝的 反睡 你要 這個是沒有味道 然後重點是因為 就是各大藥妝店都買得到 然後我網路你也可以買 就算你沒有辦法時間 一直出去外面逛街 網路手指滑一滑就OK了 也蠻方便的齁 很方便啊 而且我真的吃得到那個堅果的 一天一包 我真的吃得到那個堅果耶 很香對不對 而且堅果其實就是讓你有飽足感 你不會想要東施西施的東西 就是我排便非常順暢 就是很順暢 恭喜你 但是我們不想看你排出來 別人 我們現在只想看你的身材方面 就你再來轉個圈吧 很瘦耶 就是女生很在乎就是中部在化 肚子 而且因為你身兩個 你完全看起來沒有小部耶 是平的耶 而且我這樣摸還硬硬的耶 有肌肉在裡面 我覺得堅穩你摸得好開心喔 你要摸一下嗎 來摸一下 好像看就可以看得出來啦 真的身材超好的耶 很扁 就是扁扁的 因為你這邊其實很容易堆積 你出去吃的東西很容易堆積 那你就把一些營養吃進去 然後排出來 我就覺得還不錯 一天一包就夠了嗎 一天一包 那如果你想要加強咧 加強我是早上晚上啦 對 那會不會像有一些 我曾經聽過人家說 喝了一些不好的 會拉肚子 我自己喝的是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因為我也很怕 尤其你要帶小孩 如果你突然來 那種肚子不舒服 正中腳痛 真的沒有辦法 你怎麼可能馬上去上廁所 或什麼的 超棒的 它是蠻低卡的 你就不用擔心說 熱量太高 一天一直喝個兩杯 這樣很容易變胖 或什麼其實不會 這個我覺得還滿好 還有就是 防範老公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你知道不好的行為 還有 當然 除了愛美 自己要先對自己負責任 讓自己變漂亮以外 還要就是防範一些老公的行為 然後我就會印一些 你知道 女兒兩個可愛女兒的一些購物袋 然後把它放在 你的意思是說 他拿這出去嗎 對啊 就叫老公背出去 放奶瓶 老公你就背一下 好可愛 好可愛 背這個去逛什麼超市這樣 對啊 就是要讓他背 不然我背嗎 袋子你也可以放在車上 而且你看 車上現在都有起座或幹嘛 就把它擺著 就算他 就是人家消脹 上車 看一下對不對 但是嚴格講起來這個是防君子 不防小人家 真的 這就是變形婚戒 不行 那你就還要增加夫妻情趣 那你有什麼 還有什麼夫妻情趣 你還有嗎 桃耳朵 桃耳朵可以增加夫妻情趣 桃耳朵是最親密的時刻 所以你 而且我這個還蠻厲害 就是你 還有燈 還有燈光的 有沒有 然後老公就躺在你大腿上 有沒有 然後你身材已經保持很好 有沒有 然後躺一躺有沒有 挖一下 老公就挖完以後 就鋪倒 對啊 是不是 我可以下來 我耳朵是 耳挖比較舒服 還是耳朵比較舒服 我發現咪咪看起來 覺得很鬆鬆的 其實還蠻有腦子的 一個掏耳朵跟一個刮鬍子 是愛的性命交關的行為 是不是 而且會讓你掏耳朵的人 是他一定要很放鬆 一定要 而且他最重要是這個人 一定要很相信 對 才會讓一個男生是刮鬍子 你看007有沒有刮鬍子 還有就是女生幫你掏耳朵 這兩件事情 如果不是真愛 真的做不到 真的嗎 那我們今天回去要馬上實驗 幫老公刮 你可能沒辦法 你知道嗎 你可能會把它刮到那個流血 你知道嗎 那你用什麼方法來 維持你們夫妻的情趣呢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按摩棒 按摩棒 對 你的按摩棒 很舒服 什麼 不舒服 你弄五哥 五哥是男的 他比較能夠感覺 是不是 是不是 你這個讓我想起來 小時候在那種傳統菜場 有刀療法 那種這樣 都只該把你 都只該把你 然後旁邊有碗面的那種 其實滿痛的耶 這讓我舒服耶 可是我覺得很舒服耶 我也知道 那個要按哪裡 按哪裡 大腿那一側 沒有 我都叫他趴著 然後我就坐在他背上 維持你跟你老公感情真的還好嗎 可是他說很舒服耶 在你的婚章中 都充滿了欺騙 你知道嗎 那我也太長了 我覺得維持你有時候 要跟這個咪咪學一下 真的喔 他的這幾招嚴格講解 學什麼掏耳朵是不是 從飲食到掏耳朵 我覺得他還蠻值得學習 先把自己顧好 老公不會一直眼睛 往別的地方看 真的 你那個綠拿鐵 多喝就杯啊 我之前有看過 好像是劉德華先生演那個 李恩前 李恩前 還有你那個斷籠剪 一打好這個可以做 你婚姻一點包子都沒有 真的可以把它丟開 真的沒有用 真的嗎 這真的很好用 還不如跟秘密一樣 多喝兩杯綠拿鐵好不好 身材維持好一點 把自己弄好 是最保險的一個方式 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一些朋友 會想不開 一直想著用激烈的手段 來留住自己 他已經心不在你身上的男人 這怎麼辦呢 宜珍 就是我當事人跟我講說 他來律師事務所找我們的時候 他說他已經找過老師了 但是他找錯老師 是國中老師 他應該要找Windy老師 這種心理學專家的 婚姻智商的老師 他找錯 他找成神棍的老師 神棍的老師教他說 你要挽回跟老公之間的關係 怎麼做我教你 把精血加入紅酒給老公喝 像在神棍的 女生的精血 對 女生的精血 男生沒有 男生是有精 然後還有第二招 因為夫妻是解法夫妻 所以你要把你的頭髮拔起來 跟老公的頭髮 就是看你怎麼取得 這樣破壞了 這樣破壞了 身上的毛髮可以嗎 我剛才就是 我一聽到這個 我就覺得很扯 所以我就問當事人說 那如果禿頭怎麼辦 他說老師說 你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要把你的頭髮 拿去連接到老公的頭皮上 回期一個小時這樣子 也是49天 我都覺得快暈倒了 真的是亂打一頭 這個聽起來真的是神棍 一點科學根據都沒有 真的 而且喝那個有點 那個人會拉肚子之類的吧 真的 應該會發現吧 沒有 對啊 他現在是豬嗎 血跟紅酒 紅酒 因為那個酒的味道其實很濃 所以這個老公沒有發現 但是我之前遇過民俗專家 他說這真的是有這種方法 真的假的 真的有效嗎 真的是真的有效 有效不有效都不知道 可能是喝酒了 就是酒後亂性的有效吧 我們下次大嫂拿紅酒跟你喝什麼 你不要喝紅酒了 你喝白酒或香兵 你不要喝香 那個高粱 乾淨的 透明的 好不好 這個今天我是第一次聽過 有點匪夷所思 但是還是要跟觀眾朋友們 好的報告一下 這都是屬於比較偏方的 這個不能夠當成是一個正規的 一個道理來尋 大家千萬要注意 不過最好的方式還是 好好的保養自己 真的 自己的外在變漂亮 把這些內在變美麗 這樣你的先生 絕對不會離開你 愛別人一定要好好的愛自己 真的 那我也要奉勸電視機前面的男生 想要出軌的時候 請記得好好想一想 你的老婆為你犧牲奉獻多少 不要為了一段就是好像 新鮮感 然後就去破壞家庭的幸福美滿 好嗎 還有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推薦的好物 只要到我們明真探 女王臉書粉絲團參加抽獎 就可以得到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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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李律師 謝謝 謝謝